永生,方寒被方清雪打了脸,他就是个吓人。 永生动漫最新一集更新了,目前已经更到了第六集,在这一集中方寒经历了大喜大悲,本来他挺高兴的,后面却因为方清雪的两个字打脸了,变得失望偷顶,让我们来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吧。 在这一集里方寒参加了与画门外门弟子的考核,考核的前夕,同样参加考核的宇宏郡主也看到了方寒在考核场地。 之后这两人情投意和聊起了天,其中方寒有说到方清雪是方家唯一一个没有把他当家努看待的人,而且还很器重他。 当时宇宏郡主听了觉得他是在胡说,同时认为方寒实力不行叫他赶紧走不要参加考核,但方寒对自己的实力很是自信坚持着要考核。 之后轮到方寒考核时,方寒也是不负方清雪的期望通过了考核成为了外门弟子,而且还在与傀儡的战斗中突破至肉身境第七重,可谓双体联门。 当然通过了考核的方寒心理肯定是特别的高兴,为了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方清雪,方寒还急忙骑着和仙子前往了紫电峰主殿。 可没想到入殿时,方寒看到了方清雪和方清威在聊天。 方清威一向看不起奴仆,方寒又这样随意闯入了主殿,难免不受到方清威的毒骂。 方清威一口一个奴才恶骂着方寒,方寒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,但他没办法回嘴,谁叫他是奴仆神分呢? 方清雪为了安抵自己的妹妹说的一句一个吓人而已,何必与他争的面红耳赤,在方寒听完方清雪说的话后表现得失望至极。 没想到前面他说方清雪是唯一不会以家奴身份看待他的人,现在这么快就被方清雪本人狠狠打了脸,小丑竟是方寒他自己,真替他感到不值,还不如好好和仪红郡主搞好感情。 好了以上内容就这么多,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